第七单元 交流文化 第十九课 家乡的萝卜饼 一 听力 第一部分 第一到六题 请选出正确答案 现在开始第一题 一 怎么你今天吃得这么少 是不是这些菜不合你的口味 这两天有点不舒服 没什么胃口 难的是什么意思 二 这香肠的颜色怎么这样 是不是有点问题 放在冰箱里就忘了 你赶紧看看生产日期吧 男的觉得香肠怎么了 三 欢迎光临 对不起 现在没位子了 您在这儿坐下等一会儿可以吗 这儿准备了点心和茶水 您先用一点 哦 谢谢 我下午跟你们订过一个包间 你查一下李先生的预定 有没有 男的现在最可能在哪儿 四 这萝卜饼的饼皮薄得跟纸似的 萝卜颜色红红绿绿的 真好看 怎么样 好吃吧 这饼可是我们家乡的特色美食 关于萝卜饼可以知道什么 五 半年不见 你比以前苗条多了 怎么 最近减肥呢 我比以前瘦了吗 我这几个月一直在健身 看来真有效果 关于女的 下列哪项正确 六 星期六下午有个聚会 给莉莉过生日 你一定要去啊 我晚点过去 行吗 下午正好有培训课 你们几点开始 星期六 女的希望男的做什么 第二部分 第七到十四题 请选出正确答案 现在开始第七题 七 我看见林立又在吃零食了 你少给她买点这些东西吧 我不是答应她考试成绩好 可以满足她一个要求吗 这算什么要求 你也不能不讲原则呀 油炸食品不健康 这个我懂 少吃一点就行了 他们主要在谈什么问题 八 服务员 给我们推荐几个你们这儿的特色菜吧 我们这儿是川菜馆 麻婆豆腐 来的客人基本上都会点 好 来一个 您喜欢海鲜吗 今天的干烧黄鱼是特价 根据对话 下列哪项正确 九 奶奶 超市里的有机蔬菜 是无污染的绿色食品 卖得可好了 就是价钱比肉还贵 现在人们都追求健康 不是每天大鱼大肉 才是吃得好了 那倒是 现在很多人得了富贵病 还不是吃得太好了 根据对话 女的同意哪种看法 十 我做了些点心 你尝尝看 味道真不错 很好吃 跟谁学的 这是我们家乡的特产 过年回家时 奶奶教我做的 怪不得 我从来都没吃过呢 关于这种点心 可以知道什么 第十一到十二题 是根据下面一段对话 我教你啊 把肉切丝 辣椒 土豆 也都一样 炒的时候 少放酱油 是想清淡点吗 咸淡 自己根据口味 主要是做出来 颜色漂亮 那加点胡萝卜丝 不就更好看了 那是当然 不过 有人不喜欢那味道 我没问题 营养丰富更重要 十一 男的让女的 怎么做这个菜 十二 做菜时 女的更看重什么 第十三到十四题 是根据下面一段话 提起新疆的土鲁番 就不得不说葡萄 这里为什么会生长出 这么好吃的葡萄呢 原来 这与当地的气候 有很大的关系 这里 气候干燥 晴天多 阴天少 再加上 纬度比较高 夏季 日照时间长 日照强度大 可以让葡萄 进行长时间的 光合作用 以制造出 大量的有机物质 和糖分 而到了晚上 气温降得很低 植物的呼吸作用减弱 这样就减少了养分的损失 所以果实中 能够积累大量的营养物质 不但个儿长得大 而且十分甜美 十三 根据这段话 图鲁番的葡萄好吃 跟什么有很大关系 十四 根据这段话 晚上气温低 可以使葡萄怎么样 也要